各位观众晚安 我是瑞萱 这几天天气正是非常不错 全台各地都是多云稻情的好天气 而且白天感觉上也都是非常温暖舒适的 不过这样子的天气可能只会再持续两天而已 因为到了星期四之后 就会开始成为夏天的天气形态了 不过明天整体来说 全台湾各地都还是多云稻情的好天气 但是还是要注意哦 因为受到了东北风南下的关系 所以在阴风面的北部地区 还有东北部地区都是要注意 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 不过至于在南部地区的话 天气都是非常的好 白天都是可以见得到阳光 而且感觉上也都是蛮舒服的 那我们接着就来关心到温度的部分 这几天大家应该可以感觉到浓浓的凉意了 尤其早晚天气都是比较凉一点的 而明天也是一样 像是在北部和东部地区 低温的部分只会来到22度 而在中南部地区的话 低温也只会来到24到25度左右 不过白天整体来说都算是蛮舒适的 高温都在30到31度之间 那我们接着呢 现在就是要来关心到 要如何穿衣服 才不容易在这样的天气里感冒了 就建议大家 因为现在早晚的天气都是比较凉的 所以如果早晚要出门的话 里面穿件短袖 那外面再加一件宝场袖 那这样子就是非常的足够 但是在白天的话呢 其实呢 穿一件短袖衣服 就是非常的舒适了 那我们接着就来关心到详细的温度预测 北部地区温度是22到30度 降雨几率是0到20% 中部地区温度是24到31度 降雨几率是0到10% 南部地区温度是25到32度 降雨几率是10到20% 东部地区温度是22到30度 降雨几率是20到30% 而外岛地区温度是22到30度 降雨几率是0 那明天呢 受到了东北风的影响 所以在东半部地区 还是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震雨出现 那现在早晚的天气都是比较凉的 所以如果早晚要出门的话 也一定要记得多加件衣服 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预报